第四節今天的主題是動物傳心術 剛才不是說動物傳心術 也有的 碰到那個源流 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快要去講 剛才我們第三節講那個最重要的秘密 或者所謂那個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假設 譬如我們每一個腦都是獨立的 我在想甚麼是我自己主宰 幾圖有甚麼我不知道 他那個想法也是這樣 這是一貫的想法 每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有很多的思考 那麼容易通到的 根本不通 為甚麼呢 就算他坐在那裡我都不通 何況他現在不在那裡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這是一個我們很根深蒂固的一個 雜性的想法 但是他這位 剛才說的科學家 科學家的解釋也不同 他說其實呢 就是剛才類似我們見到的那些現象 一些感應或者甚麼的現象 他其實後面是一個很大的系統 就是用我們今時今日的說法就是這樣 是 譬如說現在我在想的一件事 或者我們上次說的那些 就是撞邪的一些東西 是 他實際上不是一些說是 在我們觸摸到很近距離的東西 是 但是呢 我們很容易透過我們那個 某些思維或者某些渠道 是接收到的 是 那這個類比是甚麼呢 如果說到太抽象呢 實際上是等待我們現在說的 雲端的電腦 是 是 是 簡單來說 譬如說我們講開這個 就是 容家那個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那些東西你現在觸摸不到 那你就有一個疑問 就是 喂 人的個體的潛意識就有 怎麼可能有一個集體潛意識 因為我和你都不相通的 是吧 我這條線我搭不到你那一套 但是 現在這個 就是 Morphic Field這個說法就不同了 是可以理解到 可以理解 就是等於我們剛才第二節說的 那些白蟻的溝通 就是你把它拆開了幾個 四個 四個隙 它仍然有一些方法 它是可以大家溝通到的 那這個就是 所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是 我們就以為 好像有幾個白蟻 我不知道外面有甚麼 是 但其實我是知道的 只不過我不知道自己知道的 是 因為集體潛意識 是的 如果用回雲端電腦的處理 那個比喻是怎樣 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腦 不是一個獨立電腦 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 Terminal 可以互通的 完全 當你做一些東西 你就放上雲端 是的 我們存在雲端的內 我們存在雲端的大伺服 這個就是 道家說的 那個 都是有些相近 他說 我們所有的思維 我們的意識 就是放向北斗七星 那裏 又或者用那個 德是晉神父的說法 是的 那個是Omega Point 是Omega Point 最高的位置 去到那裏 就是全部收到的 那你很多時候 譬如說 我們從上個星期 說那些 零通的東西 實際上 原來都是那些東西 這個是 因為它 所謂零通 那個 裡面所找的 那些 你可以說是過去的意識 曾經出現了 有一個體驗 留下了一些意識 你找回它的頻率出來 那個意識的頻率 你接通了 所以你就會知道 那個是一個巫婆 你跟那個巫婆被吊死的經歷 就是好像上個星期 我們講的那部電影裡面 用的那個東西 當你溝通到的時候 就好像接通了一個 叫靈界的網絡 你收到它 那你就會覺得 你自己就撞到它了 是的 再用回那個 雲端電腦那個 那個比喻是怎樣呢 就是如果你先搭通天理線 那些東西你就會看到 是的 所以你會怕 所以你會怕 因為你知道不存在 正如今天我們用這個 是Wi-Fi來的 他剛才如果不用那個手機 我就上不了網 是 那你上不了網 就是等於你 就是普通人 他一直 很多時候 研究這個叫鬼魂 和神 就是那個 這樣的概念 去到這個位 好像你剛才說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叫大意識場的位 那裏 你就會發覺 好像講到一個 一個所謂的 新的方向 但其實之前都已經有提及了 這個方向呢 就是很接近 不過我們 不是那麼容易接受到 的那個階段來的 是的 譬如 那個 那個 舊的意識呢 我們可以理解到 因為曾經發生過 譬如巫婆這個事件 有歷史存在的 但是呢 就是很多時候 即是 就算是 榮革 他們都有說 有很多意識 或者一些記憶 原來不是來自過去的 講悲燈原來是來自未來的 嗯 當未來為什麼會走回來 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對整個 時間觀念要重新理解 一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是卡住了 這個原因 是的 我們的知識 剛才阿紀圖說得很對 因為他這位 用Morphic Field去看整個問題 都是這樣 他說實際上 去到這些這樣的場 那個時間的概念 已經不是我們想像的 是的 不是我們長統的時間概念 就是可以在 幾個不同的時空 混合都可以的 是的 於是乎呢 就產生一樣東西 為什麼有所謂的感應 或者預感的一些現象 在那裏 為什麼會有些動物 知道呢 然後就會有地震 就不是因為他自己本身有這個能力 而是他有一條線 就是簡單來說 他有一條Wi-Fi線 是 他踏上去 收到 他就等於那個 Terminal 他就收到那些資料下來 只不過那個 Terminal 就不同於我們現在 我們的 Terminal的形式 所以這就能解釋得到 當然 如果你比較科學化的朋友 就會接駁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我們看人中風 是 特別是一個語言區 語言區應該就是大概這裏 就是左手邊 這個位置 有一個學名 有一個學名 或者是另外一個 就是Bocus Area 如果在這個區 你真的有那個 血山室 或者你爆血管的話 就會影響到你那個 表達的能力 又或者很特殊的一些語言的現象 OK 這個呢 就是 看他們來講 就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 沒有所謂我的心靈的 所有人的行為 或者人的思考 都在這個肉體 這個腦裏面 發生 當這個腦壞了的時候 就等於你的電腦裏面 那個CPU壞了 於是乎 你就不電 但如果你用Morphic Field 又可以駁回這件事 那就等於什麼呢 他說不是等於你的腦本身 就是那個儲存的系統 那個伺服器壞了 是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你這裡有一顆按鈕壞了 就令到你通不到 上去上面那個伺服器 是 就是舉另一個例子就是 譬如大家有那個 remote control 或者電腦的keyboard 你keyboard 這顆按鈕 你崩了 或者是散了 那其實在地鐵那些 就是上網看到的 很多時候都說 就是這些爛了 那爛了 那爛了就令到你上不到 你要去的地方 是 就不是說那個原本的 整個記憶 是喪失了 是 是純粹因為那個地方的 那顆按鈕壞了 是 那就變成了 有一個叫溝通的阻滯了 那個純粹是 技術層面的阻滯 是 就不是說你喪失了那個記憶 那個記憶 仍然在那裡 是的 有個記憶在雲端上 那個記憶是不會散的 除非那個雲端電腦的傷口 那個大事項壞了 那大哥就很大件事 就是等於你集體的前面色 沒有了 所以 譬如說 在個別的人 一些生物學上的 這些損害 這些疾病 實際上就不是 令到整個所謂的 那個意識 或者那個記憶 以至到集體的前面色 是受損壞 他仍然不要留在那裡 嗯 這個 這個是 關乎一個叫 就算是 就是說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人是通靈 有些人就會有一種叫 預知能力 但是很多時候 就是以一個叫 用科學的角度來講 都是你的腦袋出了一些異常 所以剛才你說的兩類不同的看法 譬如我們剛才說的 一些靈異的現象 或者一些心理的現象 那你就用主流的科學解釋 就是 你的感官 你的腦裏面有問題 但是用那個Morphic Feel 就不是的 那樣東西不是的 因為你接收到一些 在外面 一些 大的一些 這個形態場裏面的記憶 可能是那個 不是出了一個 就是 病 或者是問題 而反而你是開啟了 一種能力 即是開啟了一些 新的一些接收的方法 或者一些新的一些 這個現在很普遍 其實大家都 接受這個 這個 說法 而是從這個 說法裡面 可以建立到很多 很多系統出來 解釋一種叫 超自然的現象 人的感應 事實上都朝著這個方向 去找那個答案 是啊 那這個 就是 剛才這個是一個解釋 那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特別 就是更加特別是 什麼呢 他就說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這些 就是 知識 是 以至我們的創意 就不是一些 我們個人的問題 其實是什麼呢 就回到我們第一節說的 是因為有很多人在前面做了 是 那跟著呢 我們就做得 可以做得很快 就等於那隻螞蟻已經 已經生憂出來了 那個在杏島那隻 猴子 是 他做了之後 跟著有很多人做 就是一個洗薯仔的媽媽 那跟著呢 就越來越多 就是特別是新生代那些 是 就跟著會做這件事 是 那這個呢 就是 想引證到另外一個什麼呢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所有這些後面 這些Morphic Field 它最大的動力 就不是一些 人的動作 是 而是一個記憶 嗯 不是說一些 就是 進化一些什麼 而是後面其實是一個 記憶和習慣的累積來的 一個巨型的記憶體 這個 這個可能就是 我們最容易 而可以拿著這件事 去瞭解 整個世界的形成 是怎樣的 嗯 因為 好像剛才 台長都有提及過 就是 那個 去到基因裡面 現在的人都在研究 一個單細胞裡面 基本上都已經儲藏 儲藏了 是的 記憶 記憶本身呢 是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層面 是 就不只是單純 譬如說 我們這個個體 譬如在我們的腦裡面 它可以滲透到不同的一些細胞 原來是什麼呢 原來細胞本身有記憶 而是說 因為那個腸影響到 是的 甚至是這個在你的身體 那個身體的外面 你都會看到 可能那些 一粒層 然後它都 儲藏了一個 記憶體 一種東西 如果你是跟它 接通到的時候 那粒層的那個世界 它那個記憶 你就可以解開了 跟它溝通到 如果你聽到這個 實際上是很佛家的東西 是 就是 是 精神的記憶 第一樣東西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業 是 那業是很多時候是累積去做的 是 也不是一個人的業 是共業 就是這個共業 這個共業 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講的那些 累積的記憶和習慣 是 那它就會到那樣 它達到某一個的 關鍵位 或者某一個的臨解點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效果出來 是 這個是 這個是 當你一講到這個時刻 就 現在很多那些研究的 基因的那些科學家 他們都一直都想 想破解那個叫做 Junk DNA 就是看似沒有用的 那些這樣的基因 原來我們的身體裡面 是佔了九成九 都是那種基因來的 是就是說 我們那個叫做 意識的容量 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 我們儲藏的有很多記憶庫 那個所謂叫做 是沒有用的基因 原來就是可能 我們前人累積了很多經驗 嗯 變成了我們的雜性 那這種雜性 你不需要呢 去了解 去理解 或者有意識 明白 而是回答出來的 等於 你 阿元媽媽 懂得用水洗薯仔 已經習慣成自然 那些猴子 新一代的猴子 完全不需要 這個 阿元媽媽叫什麼名字 叫做什麼 就已經一整 拿著那個薯仔 就已經懂得洗了 是 這個就是 那個叫做 中的DNA 裡面 很多人在研究的時候 就是會 找到這個方向 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很多經驗 已經存藏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所以我們是懂得這樣做的 是啊 他這個理論 他特別提到一件事 就是 這些記憶 大家怎麼通道呢 就太過一個震動的過程 這個震動的過程 某個程度 在部分的時間 人是可以主動掌握到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廉咒 就以前我們講過很多 就是聲音的技巧 啊 那找個MC人出來講過 天音 摩音 就是我們講過 天音 凡音摩音 那巧合地 他老婆就搞了這件事 他老婆就有一些示範 就是他們那些呼吸 和那些聲音的方法 是怎樣可以 就是根據他所說 就可以做到這些所謂 reasonance 一些震動出來 我不是買了這套 只是他有做這件事 我就告訴大家 就是 我也都不相信 就是 會好像一些說法這樣 是可以醫治到人 不是只不過他有這樣的信念 有這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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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 音波不是我們聽得到的 就是 數給大家算數 就是 大家一會兒 就是到了若干時候 這個音頻會不會出現 但是有很多的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一路解釋到 就是我們去講 比如說我們以前講的 咒語 就是我們去講的 是 其實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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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我想听一点就足够了 因为我记得类似这些训练 MCN也做过给我们看 但大家不要觉得可以透过YouTube去做 因为实际上这些震音你应该延长听 电子化是不同的 即是他在播我们听已经教了虫 在这里再听出来就教了很多虫 那些就是我们在现场做 大家能否感受到那种震荡力 这只是他太太有一种看法 回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整个讲法整个概念 有没有一个很严谨的科学实验的支持 到今时今日 我想听是没有的 还没有 还会有一段时间 还没有的原因不是一定他错的 而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去做这个实验 就是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的科技的落后的 就是没有达到一个 那以你台长的那个follow呢 你有没有一个认为 至少你先问我立场 我觉得其实那个机会是高的 就是不一定用这个方式去讲 而是说我们去有一些很基本的价钱 就是你你我我或者大家一个个体 因为个体是生活一个有时 时空限制的空间 其实我们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我们越来越多次都觉得似乎不是这样 就是一些超越一些不在物质的层面的一些力量 不一定是上一集讲的那些所谓的力量 只不过我们现在我们在科学上 我们就是验测不了或者我们未知的力量 是有影响我们的能力的一些条件在那里 而就是所谓一个个人一个个体本身 这个我自己都在这个时刻都很被说服 就只不过一部terminal而已 我们后面还有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 是可以通到那些资料或者信息 是 还有有一样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时刻是一个很好的时刻 在很多科学家或者是研究了这种 探讨这个原流的一些学者 去到这个时候呢 是大部分都开始懂得那种 就是除了自己的那种学识里面的那种保护之外 那时候呢 是多了很多反思的 而且这种反思呢 也都是将有很多那时候 就是另外的有一些这样的研究的系统 就融合在一起 是 尤其是刚才说的一个大主题 东方和西方原来有很多不同的 有一些分别的一样东西 但是你只要找到那种分歧 就是可以夹得到 是 那开始你会发觉呢 刚才你用分歧就比较重一些字架 我觉得是包装不同的 是 就是他说的一套东西 如果在我们来说呢 就是我们二三十年前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是 只不过我们不是用这个方向来说 我们不是用morphic field 不是用morphic resonance 这些名词他说而已 就是你讲ABC 我讲了隔夜顶 是啊 其实就是这样的分别 是这样一样东西 好了 那这个呢就是 讲了整晚 那实际上要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开始我问一个问题 是 就是为什么那帮朋友 他看到他的猫 受伤 他会有一个很大的情感上去触动呢 那我觉得呢 就是我 尽管我对这件事本身没有感情 或者我没有一个感情的投影 但是如果我用这个概念呢 其实我是理解到怎么样 因为他 就是这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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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朋友 是有这个触角在那里 就是他去到这个 这样的记忆里面 于是他就拿到一个 一个和那个被虐待 或者被損伤的物体 是的 你不要管她的生物也好 也不是也好 就是有一个感情上的共鸣 在那里 就是 等于那只猫受伤 他自己就感觉到 他好像他自己被人 被人虐待 是的 這個我有多少理解的 因為這個很互動的 用我的角度看法 這個都是經驗來的 不是一個很有實驗性的說法 就是你會看到 譬如有一幫人 那幫人對於醫動物 他是很關心的 一直是很關心的 所以他留意這個 那個關心不是只於感情上的關心 剛才我講的一樣 那個簡直是一個可以說什麼呢 是可以切身處地 你可以幻想到你好像那隻貓被人整斷的手腳 這件事是做一個前設 你現在作為人類 你對於動物尤其是 貓和狗因為和人的接觸是很多 已經是家中的寵物 很多都變成了 那你這種關心 變成了一種族群的關心 而一直以來我講給你聽 尤其是貓和狗 它有一種力 那種力不是聲音來的 你可以說它是一種蠟喊來的 比如它受到這些 或者被人去殘害的時候 它會發揮到一種很大的震動力 你不知道為什麼 我都有這種經驗的 你會收到的 這個每個人在某一段時間都有 就是很簡單 你突然間看到一種生物 它死亡 那你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完全有一個感情的頭有在 你會感覺到好像你死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有那種體驗 我都試過有好幾次 就是如果有一隻貓 我試過一個經驗 有一隻貓在馬路被車車死 這些是常見的 這些貓不太懂得看馬路的 被車車死了的時候 有時候如果你在剛剛那一刻 你就算縱使你坐著一輛車 突然間你會發覺 好像有一種東西叫你 立即來越來越它 你會逢它問到你會很害怕 立即就看到原來有隻貓的死屍在那裡 我想這種經驗有很多聽眾朋友都會有的 那他甚至這本書也有說 這個呢 有一點點是說跨文化的 但是我不想太過停留在這個項目裡 為什麼呢 我講到另一個角度 就是怎樣呢 那你跟著有些很理性的朋友就會問 那為什麼你對 那隻貓在這個感情的共通 你對人沒有呢 那你由常生活沒有 就是你可能對另一個人 你當作一個物體 你當作一個手機 那樣 就是他死了關係差事嗎 那我這件事情 我有一個解釋的 我解釋是什麼呢 就是呢 我們有一個前提 我們有一個前節 就是萬物有靈 是 你連去到一棵樹 一草一樹 都有這個 就是 有一個靈性在那裡 靈性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完全所有這些物體 你都感覺到 你都有共鳴的話 那個人是死的 就是那個人是承擔不了的 是 那個人是精神崩潰的 嗯 就是你解釋 例如十萬八千里以外 有一個人死了 你也有共鳴的話 我相信那個人就沒有 沒有一個生存的條件 就是為什麼實在 那個壓力太大 是 這個世界呢 就是這個盤古災至今 悲劇發生呢 就可以說一下 這個是什麼 無限的數量 是 就是你只有去到什麼 就是去到 一些最偉大的聖人 類似 適合牟尼 是 才可以 去消化到這些經驗 嗯 所以普通人呢 其實呢 我們等於一個什麼呢 一個人 你不可以每天24小時 聽了一部耳機 你一定要有一個 適當的休息的時間 那個人呢 就是你switch off 那個 你關掉了這個 萬物有靈 這個接收的渠道 是 自我關掉 是關掉它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什麼 如果心理上有一個 是一個 就是智慧的基準 就是心理智慧的一個 就是用英文說的 Self-Defense Mechanism 如果沒有呢 那個人遲到癡線的 是的 所以於是乎呢 我就用這個解釋 就是說呢 其實呢 我們不是沒有能力 去feel到任何一個人 那個痛苦 或者他那個 就是 喜怒哀樂 而是 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的話呢 那個生命本身已經是 就是不能夠承擔 是 這個 負荷太重 這個 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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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做万物之灵 这个我就真的不同意 你听话说 所谓万物之灵 就不是说你是最高的 而是这个叫提醒你 你是万物之灵的时候 你要懂得照顾 这个最重要的是照顾 因为你有种天 如果那个人是所谓的万物之灵 就不是叫高高在常 就是说你有能力可以改变一些东西 未必是我们族群的那些东西 不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些东西 但是你有能力改变一些动物的 它们有种生存的那种能力 或者它们受到一些 受到一些 的攻击的时候 人是可以帮到它去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这个叫万物之灵 万物之灵不是说你高高在常 是说你要拿回你的责任出来 你是要照顾一些 给你更 就是一种叫弱势社群 就是简单来说 比如一只狗 你就可以照顾它 关心它 一只猫 你就可以把它抱回家 你等到它有安乐 因为它只有17年命 就是这样 有人是那个意识 和它那个知识 它是有能力做到很多 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为之万物之灵 那我又跟你说一个你相反的一个角度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万物有力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真的养了也接收到 那那个生命是难以负荷的 最简单一样东西就是说 如果我每日吃的肉 我都要和那个被宰杀的动物 是 有一个心灵的感应的时候 是 那我就真的不用吃饭 就是甚至 现在有些呢 就不是vegetarian 是vegetarian 是怎么样呢 就是 因为它都感受到 那个 就是植物都有灵的 有灵灵的 它就要等它是熟了 掉了到地上才吃 是 那我自问 我就做不到这样东西了 就是你试试吧 不要试 今天是你试试的 就是你试试的